你有聽過黨團協商嗎? 常常有些人說,黨團協商就是黑箱 或者說協商就是來喬來喬去 到底黨團協商在幹嘛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黨團協商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選舉過後,新的立法委員選是就職 而黨團協商的制度,也被拿出來再度討論 有人覺得黨團協商是一種黑箱協商 甚至主張應該廢除,改變這種黑箱文化 但同時也有人認為,黨團協商有它的必要性 應該要繼續保留 而我們今天要講的黨團協商 其實是台灣立法院一個很特別的制度 在這個制度下面,只要有一個政黨 它有三席的立委,就可以組成黨團 和其他黨團在各種議題上進行黨團協商 而這個協商的結論 甚至可以直接成為最終修法的內容 那麼,黨團協商到底為什麼會被認為是黑箱協商呢? 如果廢除了黨團協商 我們的立法院真的就可以更有效率,變得更好嗎? 這些關於黨團協商的問題 就讓我們完整的一次介紹給大家吧! 黨團協商究竟是什麼呢? 它其實是一種解決爭議的方式 如果不同黨的立法委員 針對一些法案或是議題 他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時候 就會授權給各個黨團的代表進行協商 這就有點像是我們平常跟其他部門的同事 可能會有一些事情必須要合作跟討論 但如果討論不出結果 可能就會覺得,啊!那就交給彼此的主管來討論 決定我們接下來該怎麼做 黨團協商的制度主要是來自於1990年代的國會 當時朝野對立常常衝突 導致許多的法案都被杯葛 而當時的立法院長劉宗凡 就提出了黨團協商的制度 來解決衝突對立的問題 那後來經過了好幾次的修法 最終演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也成為了台灣國會的重要特色之一 那根據現行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 黨團協商的範圍可以說是包山包海 可以是協商議案也可以解決爭議事項 通常來說,當一個法案在立法院院會進行易讀 也就是宣讀這個法案的名稱和提案人以後 就會有主席宣告說 這個法案接下來會交給立法院 八個專業委員會裡面的哪個委員會來審查 所以這是一個交給專業來審查的制度 而委員會審查完畢後 如果還有一些條文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就會進入黨團協商的階段 而另外,有時候針對一些程序性的事情 比方說什麼時候要開會、開會要多久 每個人發言幾分鐘、幾個人發言等等 也都是黨團協商可以討論的事情 黨團協商制度帶來的好處是 法案開始可以分流 原本不管法案有沒有爭議 都可能因為黨派之間的對立 而導致法案被杯葛,沒有辦法完成修法 但黨團協商制度出來之後 如果是沒有爭議、有共識的法案 就可以直接照著共識完成修法 不會再被杯葛 而有爭議的法案就是交給黨團協商來處理 嗯,這聽起來好像是一個蠻不錯的制度 但為什麼這樣的制度 卻又被外界稱為是黑箱協商呢? 其實從2008年的某次修法過後 黨團協商就被規定得要全稱錄音、錄音、記錄、協同 這個協商的結論刊登公報 但這樣的規定到了實務上就好像變了一樣 例如說錄音、錄音沒有公開 或是討論的記錄即使刊登在公報上面 刊登的內容常常也只出現 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這幾個字而已 這種照黨團協商條文通過的結論 其實有寫跟沒寫一樣 因為不管是一般民眾、律師或法院 甚至是法律系的研究學者 都不知道這些條文的立法理由是什麼 所以造成了法律解釋上面很大的漏洞 也因此黨團協商常常被批評為是一種黑箱協商 2013年有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當時要修一個法叫做會計法 是為了解決一個叫做特別廢的制度問題 這次的修法過程 就被大家認為是一次標準的黑箱協商 細節我們在這邊就不討論 有興趣的人可以到資訊欄看看我們放的資料 不過這邊的重點是 這次修法結果出來之後 就被社會的各界炮轟 但是大家根本就不知道這個糟糕的條文是誰提出來的 是誰主張的 因為沒有記錄 只知道是從黨團協商的階段喬出來的 甚至連當時同屬於國民黨執政 而且是多數的行政院跟立法院也都在互推的責任 最後終於在各界的壓力下 由當時的馬英九總統請行政院提出複議 更改了原本會計法做出的刪讀決議 而這樣醜陋的修法經歷 也讓社會大眾普遍認為 黨團協商就等於是黑箱協商 而這樣的社會主流意見也推動了進一步的改革 其實在剛卸任的上一屆國會 黑箱協商基本上已經走入歷史了 2016年2月的新國會上任之後 當時的院長蘇嘉全就開放朝野協商給媒體採訪 也在事後將錄影、錄音公開上網 而且在2016年的11月的時候 立法院還修正了《立法院主持法》第五條 新增的條文規定黨團協商應該要全程轉播 所以在這之後的黨團協商就開始全面的公開透明 所有在立法院正式進行的黨團協商 也都有直播 也能在事後看到錄影跟錄音 只是雖然這樣做可以解決黑箱的質疑 但是也不代表黨團協商就完全沒有問題 黨團協商制度除了黑箱以外 還有哪些問題呢? 實務上來說 對黨團協商制度最大的批評就是 它架空了立法院各個專業委員會的審查功能 因為不同的委員會會根據自己的專業 來審查法案或預算 而有了初步的結論之後才會來到黨團協商 但是在黨團協商中 這些結論卻還是有可能被修改 甚至是被推翻 而這樣的流程也讓聰明的立法委員們 更傾向於不要在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就認真審查或是表達自己的意見 因為這些意見等到黨團協商階段 再提出來的效果可能更好 也不會因為太早出牌而被其他的黨團看光光 也就是說 黨團協商似取代了委員會 變成真實討論法案的另外一個戰場 此外還有一個狀況是黨團協商變成了 其實內心不想通過法案的藉口 前面提到通常是有爭議的法案 才會進到黨團協商 但其實有些法案在審查的時候 沒有人表示過什麼很反對的意見 例如之前要讓酒駕提高罰則的法案 或者是關係到消防人員權益的消防法 甚至是大家時常聽到的礦業法 都是沒人反對修法 但就是卡在黨團協商的程序 遲遲完全無法完成修法的法案 甚至有人認為 黨團協商制度根本也沒有辦法化解爭議 因為根據議事相關規則 一個法案如果被宣告交給黨團協商處理的話 就在交付協商之後 只要經過一個月 即使還沒有達成共識 仍然可以由院會排定議程處理 就像兩年多前的牢記法 只要佔有國會多數的政黨想要通過一個法案 而反對黨完全不想妥協 那麼黨團協商制度的效果其實就相當的優先 不過當然 也是有人對黨團協商持有正面的態度 支持黨團協商制度的人認為 儘管有這些問題 但黨團協商機制上 仍然是一個能提升效率促進討論的制度 而有些問題 其實只要修正一下相關規定就可以解決 例如 對於黨團協商架空委員會的批評 有人認為 其實可以修改一下黨團協商的範圍 讓黨團協商不能討論法案的實質內容 只能討論程序事項 例如前面提到的 各黨派出幾個人發言 每人發言多久等等 那這麼一來 委員會的討論結果就會變得比較重要 也有另外一個方向的修改建議 就是認為可以適度的強化委員會決議的效力 讓委員會審查過已經有共識跟結論條文 沒有辦法再被黨團協商的程序修改 同時也可以規定 不能在沒有經過委員會審查的狀況下 就進到黨團協商 那這麼一來 立法委員就必須得在委員會 花多一點點的時間跟心力審查法案 也不用擔心認真討論的結果 會在黨團協商的時候被翻盤 那雖然說 對於那些遲遲不召開協商 或者是協商時各黨都寸步不讓的問題 並沒有辦法透過這位則的修正來改善 但黨團協商制度的角色 也只是解決爭議的選項之一而已 對於那些高度對立的爭議法案 還是要透過最終的表決來彰顯彼此的立場 然後再交給之後的名義來打分數 其實我們團隊的新成員冰盧 就曾經第一線的參與黨團協商 而他的看法是 黨團協商制度真的存在不少問題 比方說 在同一個法案的審查過程中 參加黨團協商的立委 跟在委員會審查法案的立委 常常是不同人 這就造成條文討論的時候 大家又要再討論一次同樣的問題 而且 通常是黨團協商階段的人 會比較不專業 而另外一方面 黨團協商也會容易推翻前面的結論 這也會讓立法委員們在委員會審法案的時候 常常變成不想討論有爭議性或很困難的問題 期待都交給黨團協商來討論 那當然 如果大黨都不招開協商 就可以拖住法案的進度 不過 這也是一個程序上面的問題就是了 不過 如果黨團協商的制度 能夠妥善的修正跟運作 感覺對於立法院的效率應該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這是一個必須要達成共識決 也就是全部的人都贊成 才能夠通過結論的制度 所以就可以更早地做到協調 而整體的立法程序也可以避免被被割 而這個狀況 對小黨也是相對有利的 因為在黨團協商中 要凝聚共識 快速修法的時候 大家勢必就得放下一下個性的堅持 才能夠擠出一個共識 而最後 在換位思考的過程中 我們還有一點點的心得想要分享 根據我的觀察 每當我們是多數的那一方的時候 常常會希望少數服用多數 但如果自己屬於少數的那一方的時候 就特別是希望多數能夠尊重少數 雖然這其實是一個無可避免的情況 但如果每個政黨還有每個政治人物 都在討論法案的時候 都能稍微的站在對面的立場思考一下 那麼不管自己是身處於多數還是小數 或許立法院的效率也能夠變得更好 也能夠制定出品質更優良的法案吧! 好的 那麼最後我們就要來問問大家 在看完了今天的影片之後 你對黨團協商的印象是什麼呢? A. 不用多說 黨團協商就是黑箱協商應該廢除 B. 黨團協商還不錯 是一種可以讓大家一起讓步的有用機制 C. 感覺它好像是有點多詞一句的制度 D. 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給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黨團協商到底是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這個地方 看看台灣的立委到底為什麼那麼愛打架 以及關於不分區立委的五個小知識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第一是我們團隊的新成員的這個冰毒 男小 好爛喔! 好爛喔! 好! 這是什麼鬼啊! 就硬要抽一顆! 好! 等一下 這太亂了 我要休息一下 這真的好爛喔! 好! OK!